大家好,今天谈三个问题吧 第一个新闻在台湾我们看了一下 似乎不是特别大的新闻 很多的媒体都没有去说 但是我们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说从新闻上来看呢 我们看到蔡政府,蔡宝皇政府 把这个公投给封杀了 也就是说这个公投 它是通过中选会那个角度 把它给封杀掉的 比方说不可以绑定大选啊等等等等 做了一些手脚 做这样的手脚 最终的结论呢就是说 台湾人民的公投是不可能了 你只能对那些什么肉啊 鸡啊鸭啊鸟啊进行公投 你想再做有关独立公投 这样的事情就彻底的不可能了 这一点我们看了一下 觉得蔡这个政府干的比国民党很 国民党当年在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公投法还是有的 只是呢它设门槛比较高 所以大家管它叫做鸟龙公投 民进党在没有执政的时候呢 是那些民进党人而不是蔡英文这帮人 当时的民进党人就拼命的去喊 要公投公投公投 不管是和斯也好 什么也好 独立也好 等等有关台湾的那些事情 他们都希望要公投 当时他们作为宰野党去攻击国民党 那国民党呢就是压的 压的让你没有办法公投 所以他们叫做鸟龙公投 当民进党执政了之后 三年下来正经的公投 其实一个都没有 你像上次的一些公投 什么日本的什么蔬菜呀 什么牛肉 猪肉啊 什么婚姻呢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公投的议题 而民进党呢 全部把它塞到公投里边来 跟那捣乱 现在呢 他把这个公投的权利通过了 很巧妙的一种方法呢 一设定等于就是没有了 也就是过去有一些民进党的人 或者台湾人 他们把一线希望 唯一的一线希望 还寄托在公投这个地方 或许不管是谁执政 公投总要可以做吧 那现在蔡政府呢 最后一刀 直接把这个公投给消了 以后就甭想了 这招玩的还是比较狠 绝对是国民党 N多年都没有敢做的事情 蔡这次可做了 所以我们看看蔡现在 这个一步一步的做法呢 就是一种独裁 第二个呢 就是也是看到了 话题也是跟这个独裁有关的 就是蔡现在为了后半年 这个总统大选 对媒体进行了严加的防控 也就是说控制媒体 通常就是独裁的手段 最重要的以前 以前我们其实讲过好几次了 他就是不想让人们听到 对他说不好的话 现在台湾他们控制媒体呢 两个方面 一个呢 利用他总统的高度 直接压了一个各个媒体的头 也就是不管股东也好 什么也好 用各种的行政手段呢 直接压你 第二呢 蔡现在发了好多钱出来 就是收买嘛 因为钱在当今这个年代 是管用的 我们当今生活这个年代呢 就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年代 没有人能抗拒钱的诱惑 所以当把钱扑出去 把这些所有的人都买过来 你就一个声音为我说话 那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台湾的媒体呢 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一种状态 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独裁 也就是说蔡现在哪里有什么精力去搞经济建设 什么发展 什么改革 没有 现在一切一切的所有的行政团队 所有的党机器 所有的一切 他能控制到的这些 不管是企业也好 媒体也好 就一件事 保他2020继续再当皇帝 再当总统 现在看了半天 就这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这个台湾整个这个社会 这个经济往前发展 不用想 不可能的 什么国防发展 不可能的 别看他口头上定了一些什么 又这个改那个改 其实不做 所有的东西其实是不做的 目标就一个 把所有的台湾人的脑 好好的重新洗一下 洗完了以后呢 再做一次像这次初选的时候的一场戏 这场戏呢 其实已经在准备当中了 我们以后再谈它的细节 现在也就是说 一切一切都要围绕的 要让蔡继续再当一届总统 这个就是整个台湾 你从媒体啊 从各方面能看到的一些明显的迹象 一些所谓的当年的什么名嘴啊 说这说呢 骂这骂那呀 一些所谓的那些当时非常激动啊 非常激进啊 回来非常有想法人呢 现在你看它那个语言都全转向了 全转了 没了 过去那个台湾和现在的台湾 别看就事隔两三年 好像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已经 完完全全让我们看不懂了 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 像目前蔡英文把这个台湾的媒体 进行严格的管控 统一口径 这个呢就是把原有的台湾这个社会呢 带向一个专制的道路上 再往那个道路上走 这个显然不符合现在目前西方民主制度 民主社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和正常的现象 因此呢这点严控媒体呢是蔡英文对台湾这个社会呢 犯下这个巨大这个透天罪行 前面呢如果把公投取消了 剥夺了人民对国家大事的一个公投的权利的话 这个也是蔡英文在历史上将会留下一个巨大的污点 第三件事情呢还是前两天说了一下韩国瑜的造势活动啊 当然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两次造势活动 那有网友呢留言说他有三次四次 还有台中啊等等等等 对我们这边的信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快 但是我们看他这几次造势活动差不多 他整个的规模 整个的口号 以及大家所挥舞那个旗子或者用那个颜色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呢我想是韩国瑜他正式的为自己决定参选总统做一个铺垫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初选阶段 透过这个事情呢我看一些民众的反应 就是说他们看见蔡英文就火大 这火大的词好像是台湾人用的啊 就是看来蔡英文那个面孔 蔡英文那个声音 让很多人都吃不下去饭都没有胃口 我看来是那么活大 就是很不舒服的意思 所以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反映了整个这个社会 对现在这个蔡英文执政的一种否定 回到这个民调就更可笑了 民进党做民调之前 蔡英文都是最低 就那三天四天突然蔡英文想脉冲一下 踪跑到最高 然后呢过了三天四天以后又跑到最低下来了 这种造假的东西实在是没什么可谈的了 所以我们看了一下呢 现在韩国瑜这个现象 我想还是跟他的对手做的更拙劣的这种手法 人们开始反感了有关系 大家就是一口同声的都厌恶蔡英文这种做法 厌恶现在这种民进党的做法 把一股气呢有可能就转向了 就去投向韩国瑜了 这种现象很类似于当时世选的时候 韩国瑜在高雄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就是他们并不喜欢韩国瑜 但是当时看到高雄陈菊弄那个样子 多少年了长期以来绿营把持了高雄 但是高雄呢并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他们把一股怨气 把一种试一试的这种希望的这种情绪呢 投到韩国瑜身上 这点呢现在我觉得在2020总统大选这个话题上呢 依然还能闻到这样的一股味道 也就是说人们厌恶谁 或者网页有人留言就说 他们也不喜欢韩国瑜 也讨厌蔡英文 但是在这两个讨厌当中呢 可能蔡英文的厌恶度呢更大 因此呢相当有一些人呢 对韩国瑜的那种厌恶度呢 就相对降低 或者有些人呢开始相对支持 这个是一种选举中的常态 就是选举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看大部分人认为 这些政治家们都是都是无稀巴糟的 没一个好的 但是呢 如果又想关心一点政治 他觉得这种政治里面呢 那我比谁呢是比烂 比谁最烂 现在看来整个在台湾这个政坛上 决定出来参选总统的这n多个人当中 要比最烂的话 最烂的那个人应该就是蔡英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情绪呢 就会转向一个不太烂的那个人 虽然他们也不喜欢韩国瑜 但是在有些时候呢 他让他支持谁的话 他可能又去支持韩国瑜了 这种现象在任何地方都有 都有类似一种规律 所以韩国瑜他这种造势活动 反映出来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 能看得出来 好 今天的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个看来说这儿的解决 在那边看来看来看来看